这位老哥的造型也是张扬到足够令人印象深刻 今日分享飞行金刚传世系列 微级别魔鬼勇士 魔鬼勇士的推出意味着这一波超能勇士产品 金属变体之前的角色已经全部亮相 主体方面 这款魔鬼勇士的身形还原度已经非常高 虽然在细节和质感方面 有着这一波产品独有的调整 但依旧称得上官方目前为止最还原的一版魔鬼勇士 身上的蚂蚁腿和背后的蚂蚁肚子 也是还原的一部分 没太多好说 稍微遗憾的是胸部由完整的蚂蚁头变成 所以前胸的厚度会多少有些偏厚 头雕方面 丑归丑却也称得上神还原 不但做了金属漆的细节分色 眼睛部分也和后脑连通是一整块透光零件 而且作为危机 嘴巴部分还做了张开结构 魔鬼勇士的这颗头雕算得上很用心 细节方面 胸前的蚂蚁眼睛也是透光零件 四肢和腰部还做了金属质感的涂装点缀 可动方面其实基础可动不错 但确实受到体型的太多干涉 由于下巴太尖 头部转动的时候需要先微微抬头 手臂无论是转动还是平举都有独立关节 而且由于变形结构的原因 手部还可以微微前翻 肘部双关节是惊人的180度 手腕部分和手腕上的蚂蚁腿可以分别独立转动 身后的蚂蚁肚子可以上翻很高 这样腰部的平转也并未受到影响 腿部的前后摆和侧披幅度也都相当不错 西部的正常弯曲虽然不到90度 但如果松开变形结构可以接近180度 脚腕的接地成绩也非常极限 后脚跟部分也可以竖起提供其他角度的支撑 摆造型的时候只要注意避让蚂蚁腿一些高难度姿势也同样可以实现 补气方面其实是魔鬼勇士的喷射推进器 质感方面是用透明零件做了金属漆涂装 虽然这并不是动画中的那支大枪 但达到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而如果将腰上的两条蚂蚁腿连双关节下翻竖起 将后方的蚂蚁肚子向后翻起 上翻顶盖部分解锁两处插栓 再将松开的四片全部向外翻开 展开之后内侧的金属漆涂装非常华丽 再将推进器的尾部插在中央 就能还原动画中魔鬼勇士的螺旋推进器 虽然没有了老玩具的联动机构 但扇叶部分全方位转动也依旧可以 只不过实现飞天形态的时候 手里就少了把武器 多少会有些遗憾 当然如果不介意推进器的完整 这个时候把枪拿在手中倒也完全没问题 魔鬼勇士的身高接近17公分 是一个V级别标准高度 先拿出王国系列霸王龙做个对比 和可乐罐放在一起对比 效果会更直观 全装备的重量超过260克 用料还是蛮足 而且关节手感方面松紧度适中 非常舒服 人形方面我可以给到9分的高分 扣分的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遗憾 中场休息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哦 那么开始来将魔鬼勇士变形 首先将前胸部分微微下压再向前翻解锁下方的勾挂 将前胸从中间分开向两侧翻平 将藏在内侧的口气外翻到底 再将前胸整体上翻贴合头部 此时再将两侧重新合拢对齐插接 口气部分微微向两侧张开 两根触须则分别前翻 腰部左右的后腿沿双关节下翻竖起 外翻蚂蚁肚子外侧的盖板松开两处插栓 再将下方盖板沿轴向上旋转180度 将小臂部分沿双关节向上翻起贴住上臂 再将上臂部分向后旋转90度 上臂上的蚂蚁腿向后旋转180度 再将双臂沿根部折叠关节向内翻折竖起 将手腕上的腿部旋转到外侧 再将上臂上的插栓错位插接在一起 这里要确保手指部分对齐内侧的插口 再将两条手臂沿双关节向内推到底 现在将腰部旋转180度 脚掌部分向后翻折到底对齐插接小腿 将小腿前撮松开西部的卡位 再将小腿向上Z字折叠到底 再将双腿对齐插接在一起 然后将裆部前翻90度卡住内侧插栓 再保持裆部不动将双腿后翻90度打平 现在将蚂蚁肚子部分沿双关节下翻盖住双腿 侧面的两片对齐插接腿部外侧插栓 最后将顶上的一片下翻盖平插接两处插栓 魔鬼勇士的伪装形态是一只红火蚁 这一批超能勇士的动物形态风格上都倾向写实 但是这样的质感我反而会更喜欢 虽然从侧面看人形态的部件并没有完美隐藏 但作为危机玩具 这样的隐藏度已经算比较舒服 蚂蚁形态下比狼猪还要搭上一圈 确实相当不小 最重要的是随着魔鬼勇士的到来 原始兽阵容金属变体之前的成员终于集合完毕 可动方面虽然六条腿都有一定的可动范围 但其实也并摆不了太多的其他姿势 倒是触须部分可以分别翻起 口气部分可以合拢张开 另外由于变形结构 肚子部分可以整体向上翘起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造型看起来更好斗 而且蚂蚁形态下把尾巴张开也同样可以 当然这样的话从后面看穿帮的部分就会有点多 而唯一的武器则是搭载在背后的圆孔 这款的蚂蚁形态我同样可以给到超过8分的高分 综合来讲 这只魔鬼勇士有超出我预期的优秀表现 在这一波超能勇士玩具中 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只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先行拜谢